OK,大家好,我是Jax,今天我借用Blues的YouTube频道做一期视频,这个视频将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教大家如何用WordPress快速建立一个博客网站,第二部分是如何利用博客快速通过Google Addison的审核,首先我们需要明白一个问题,Blues在这个频道里面一直推荐大家使用Blogger来建立这个网站,那为什么我们要先用WordPress来审核, Google Addison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我刚刚建立的Blogger,在Blogger的后台页面我们会看到一个收入这个页面,我们点进去看一下,当你符合条件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通道,让你去申请Adison,如果说是不符合的话,他就会一直显示在这个页面,他会说你的博客目前并不符合 Adison的条件,这会造成一个问题,如果你的网站有问题,他是不会告诉你你的网站哪里有问题,那WordPress就是不一样了,当你完成了你的网站之后,你可以去Adison的一个首页进行提交,如果你不通过的话,他会告诉你你的问题在哪里,你可以有针对性的一个修改, 相信这个问题我现在已经解释清楚了,为什么要建立,首先我们要建立WordPress,好,那这个视频的第一部分呢,是会教大家如何有针对性的建立一个WordPress的网站, 基本上都是一些基础的操作,第二部分呢,是比较关键的,会教大家如何去写文章,如何写那个谷歌喜欢的文章,好,我们现在就进入视频的第一部分 要建立一个WordPress的网站,你需要准备两样东西,一个是域名,一个是服务器,在这里呢,我推荐使用GoDaddy的WordPress托管服务器,现在这个GoDaddy的官网,你可以从,你们可以先注册一个账号,这里我用的是我们群里的一个小伙伴的账号,他正好需要搭建一个网站,那我就拿这个来演示了,首先你们可以点开这个侧边的菜单栏, 找到产品下面的WordPress,然后点击WordPress主机,好,你们可以拉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四个Options,基础版,豪华版和旗舰版,还有专业版,然后我们需要的是基础版,买一个月就可以了,添加到购物车,然后你们付款,然后付款完了之后, 可以到你们的账号后台,在这里面点击管理主机,好,我们可以到下面这里看到一个manage的WordPress,我们点击create a site,我们就可以开始建立一个网站, 好,你想要怎么做,我们就建立一个全新的网站,没有问题,我们数据中心放在北美,然后这里面你需要输入你的WordPress的用户名和密码,我在这里先输入一个, 好,密码是不告诉你,这个需要大写,好,我们现在点击create, 好,此时他就会自动帮我们去建立一个WordPress的网站,我们稍等片刻,为了不浪费大家时间,我直接跳过了,然后整个过程差不多在三分钟到四分钟左右,好,他上面已经告诉你,恭喜,你的网站已经上线,可以进行编辑了, 那我们就可以去我们的网站,点击查看我的网站,好,他正在登录到WordPress的网站,好,这里看到了,我们的网站就已经完成了,但是呢,他这个网站看上去,嗯, 并不是非常符合我们的要求,我们需要对他进行一些修改,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域名啊,非常的奇怪,对不对,啊,就看上去乱七八糟的,那我们可以去go daddy上面购买一个我们的域名,然后绑定到这个WordPress的服务器上面,好,首先我们回到我们的,呃, 呃,go daddy的后台,在这里我们可以设置一个自定义的域名,我们点击setup,呃,由于这个账号,呃,并没有购买一个额外的域名,我在这里不做介绍,呃,如果,那个有需要小朋友的话,然后可以购买一个额外的域名,然后绑定, 好,接下来我们可以去我们的这个WordPress的后台,然后我们在这里点击dashboard, 好,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网站的一个后台了,然后这里面有一些选项,我待会会介绍给你们,首先我们那个需要注意的一个一个点是,这里有一个啊, 啊,appearance,点击下面的,啊,主题,然后我们要给我们的网站,选择一个主题,在这里我就随便选择一个免费的,然后点击active,好,等待一会儿时间,好,然后我们可以再去看一下我们的网站,啊,那这个网站就不错了, 就比之前的要好很多了,它有一个主题在这个里面了,然后我们需要回到我们的dashboard,就是我们的后台,需要给网站一个logo,或者说是名称,我们可以点击appearance,下面的customize, 好,现在你们可以看到我这个wordpress上面是一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是一个press加一个问号,还有斜杠,我们需要在site identity里面去修改, 呃,我们可以给这个网站一个名字,我就拿这个食物做一个例子吧,做美,做一个美食网站,呃, 好,然后这里是他的一个tagline,什么意思呢,就是给他一个,就是解释一下你这个网站主要是做什么的,然后我们就是打一个 chinese food and drink,好,然后这个网站的名字就已经改了,当然你也可以为你的网站设置一个logo,呃, 呃,logo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去canva上面进行设计,呃,可以套用他们的模板,我们点击create design,然后这里会有个logo, 然后根据我们的网站需要,我如果做的是美食的网站,我一般的话会点food,然后它就会有很多的模板出现,好,我在这里选一个我比较 喜欢的模板,呃,就这个吧,好,我们可以把名字改掉,哦, chinese food,好,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下载, pay and download,哦,很抱歉,这个是他的一个收费的,那我们选择一个免费的,我们重新选择一个,呃,选择一个这个吧,也蛮漂亮的, chinese food,好,ok,就这样,我就是只是举个例子啊,download,好,这时候我们就可以下载了, 好,我们就回到我们的后台,选择selectlogo, 然后把我们之前的那个chinese recipe,呃,这个food,我们刚刚设计的是这个东西,对,好,我们选择它,好,选择,呃,我把它放放小吧,好,这样会更好一点,好,这里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load 这个logo出现了,一般情况下,如果说你有一个logo图片的话,就不需要有在显示它的一个side title了,我们可以把这个取消, 好,稍微有点慢,好,好了,那这个logo我们已经完成了,然后后面一个,我们需要完成一个,这个side icon,side icon是什么呢,就是你在这里,比如说这里是个go daddy的,它这里有一个小的图标,就是在,呃,显示在这里的一个小的图标, 然后我们也是一样,选择它,也是选择同样的一个,啊,这个是我之前的,啊,ok,我们选择它,选择,好,这个我们就直接,不用再那个调整了,然后我们点publish,好,我们回到这里刷新一下我们的网站, 好,我们这个logo已经显示了,就看上去就非常好了,然后这里面,呃,会有一篇文章,呃,holloworld,我们并不需要它,然后我们需要到后台去把它删掉,然后回到我们的后台之后,我们点击插, 然后回到我们的dashboard,然后找到posts,all posts,点击,好,这里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holloworld的,我们并不需要它,我们点击它,然后点这里,move to trash,apply, 好,这里就已经没有任何文章了,然后我们回到这里看,再刷新一次,好,这里一篇文章都没有了,好,我们现在就回到我们的dashboard,首先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要给我们的一个网站,呃,设置一个导航栏,就是一些菜单栏, 怎么设置呢,首先我们要到posts里面,呃,下面的这个categories,一个分类,点击它,好,我们如果我现在是做的是食物,那我的一个分类,就是,呃,我举个例子,啊,四川,四川food,四川菜,对不对,四川food,呃,大写吧, 好,然后slug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网站的一个后面的一个后缀,啊,我们也把这个拖进去,然后把它改成小写,然后要有空格, Food,四川food,好,这是它的那个,设置它的那个母类,啊,我们不需要,然后直接add new category,好,你在这里会看到一个,这是未分类和一个四川food,这个未分类,我们不用去管它,然后我们再添加一个,呃,广东菜吧,广东food,好,一样, 复制粘贴,好,然后add,好,这里我们就不用去管了,这里我们已经设置好,接下来我们点击appearance,下面的menus, 好,这时候我们先啊,呃,先需要添加一个导航栏,然后我点talk navigation,然后create menu,好,这时候我们就建立了一个,呃,导航栏,然后我们需要把我们前面那个分类添加进去,点击categories,呃, view all,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前面的,广东food和四川food,我们分别将它们全部加入到我们这个,呃,菜单栏里面,就是additive menu,好,这里出现了两个,好了,这时候我们要点击save menu,好,save menu,好了,已经save完成,然后我们回到我们网站,刷新一下网页, 好,我们在这里已经可以看到了吗,哎,为什么没有出现呢,稍等一下,我回到我的网页,啊,对,我忘记设置一个样的东西了,在这里要设置一个primary menu,我们要在这里点一下,我们重新再save menu,好,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网页,重新刷新一下, 好,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呃,广东菜和四川菜都已经在这个上面了,好,接下来我们就是需要,呃,有两点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一个是,是关于我们,就是每个网站都会有一个关于我们,这个页面,还有一个就是,呃,隐私页面,好,首先我们一回,我要,我要教大家怎么去写这个, 这个隐私页面,呃,我们可以打开我们,呃,一个网站,这是我之前做美食的一个网站, 好,在这里会有一个,呃,about beautiful,就是一个关于,我们点击一下, 好,这是我之前挂的广告,用去管它,呃,这里就是一个关于我的一个一篇文章,大家可以看一看去怎么去写, 然后,基本上这个关于我可以写一个差不多300字到500字的一篇关于我的文章会比较好,比较容易,呃,通过审核,然后你可以去看一下这边还有一个隐私,隐私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因为,谷歌Adsense审核的时候,呃,如果你没有这个隐私的话,它是不会给你通过的,好,这个东西我们可以直接拿来复制粘贴,啊,我先复制一下,好,复制,然后回到我们的dashboard, 然后找到我们的pages,然后不是posts,是pages,好,我们可以在这里添加一个,好,这个会有个simple page,我们不需要,这里有一个,啊,这里已经有一个, 它已经给我们默认有一个privacy policy,我们点进去看一下啊, 嗯,好,呃,基本上跟我们的差不多,它默认了已经给我们做了一个了,但是里面,呃,你们要记住一个问题, 就是说,它这边,呃,它这边很多都没有填,那我们就填一下吧,我们就填一下吧,把它全部删了吧, 我们重新按照我那个网站上面的东西来填,好,把它们全部,诶,等一下啊,全部Ctrl A,全部删除,然后复制粘贴一下,啊,这就是我之前那个东西, 然后你们要记住的是什么呢,因为在你们要记住这里会有一个你网站的名字,要把你这个privacy policy里面的所有的, 关于这个网站全部改成你们自己的一个网站,好吗,好,然后我们publish一下, 好,那我们这个页面就完成了,privacy policy的页面就完成了,然后我们可以添加一个,呃,我们的一个关于我的一个,呃,页面,好,我们打一个, 好,这个怎么写呢,一般情况下你就可以写,呃,关于你的一些小故事,关于你的一些生活经历, 然后差不多在,呃,300字到500字左右,如果你愿意你还可以,呃,贴上一个,你的照片,啊,这都是给你这个网站增加一个, 信心的,就是说是一个怎么样,其实信用吧,应该是,就是谷歌人员在审核你的时候,呃,看到你有你的照片, 这个那个网站更加容易通过,其实你不加也其实并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好吧,我们这里随便就写两个字,好,我们再publish一下, 好,ok,都有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的,呃,menu,我们重新设计一下我们的菜单,点击appearance里面的menus, 好,这个时候我们不在categories里面加了,我们要在pages里面加了,好,这里面已经出现了一个about me,and privacy policy, 然后点击这两个,然后点击add to menu,增加到我们的菜单栏里面,好,这时候已经看见我们这里有四个选项框,我们点击save menu,好,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我们的页面,好,这里会有广东菜,四川菜, 关于我和privacy,这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网站了,谷歌,呃,谷歌 AdSense审核的时候就会看你有没有这些东西,有没有about me,有没有privacy policy,或者你们有没有一个清晰的一个导航栏,好,接下来我将教大家是如何去写文章,写文章的话,我们会在这里posts里面去写, 然后我们点一个add new,然后,好,我们根据我们的这个网站来吧,好吧,首先我想去写一篇关于四川菜的一篇文章,好,我写一篇麻婆豆腐, 麻婆豆腐,好,然后在这边写一些,麻婆豆腐很辣很麻,好, 然后要注意一点的是什么呢,在这里,点击document旁边的一个document里面下面,要注意在你完成你文章之后,一定要选择一个categories,你选择的是四川food,就是四川food,广东food,就是广东food,我这里点四川food,好,接下来你如果说里面有个图片,你想让这个图片做主图, 那你在这里future image的话,你可以写那个设置一个一张图片,好吧,好,然后我们就可以发布,好,我们回到我们的页面刷新一下, 好,好,这时候你的第一篇文章就已经出现了,麻婆豆腐,这是他的一个文章,麻婆豆腐,很辣很麻,然后你可以点进去, 好,这篇就是一篇文章了,然后这下面可以有其他的用户,或者可以对你留言什么的,好,这就完成了一篇文章,好,我们回到这边, 然后我之前为什么要让你们去增加这个categories呢,那是因为你可以通过这个导航栏,查看所有的关于四川food的东西, 看一下category四川food,然后所有的,好,我们回来之后再重新新建一个文章,它的名字叫做广东菜,广东菜有什么菜,广东菜,随便去吧,广东菜, 广东菜,广东菜,很好吃,我这篇文章写长一点,复制了多一点,复制多一点,复制多一点, 好,还是一样,当你写完这篇文章之后,回到Dogument里面,点击广东菜,这时候就不要去点四川菜了, 好吧,一样我们发布,好,发布成功,回到我们的网站,刷新一下,这个时候刷新没有用, 因为我们是在四川food的这个菜单来下面,看一下啊,好,重新刷新一下,出现了什么问题了, 它好像css出现了一些问题,广东菜,我们关键一下,重新开啊, 嗯,它好像不太正常,可能我这边出现了一些问题,那我先等一下啊, 我先把这个广东菜重新编辑一下,它可能太长了,这边, 好,我们重新update一下,好,我们重新再刷新一下,看看它会是什么样, 好,现在是正常了,好,它会默认的,它的首页默认会把最新post的一个本章放在第一个, 然后以此类推下去,然后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广东菜,这里面就只有广东菜,没有那个四川菜, 而四川菜这里面只有四川菜,没有广东菜,好吧,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建站的一个思路,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sidebar,就是它们的一个边栏,边栏你也可以进行一部分的设置, 但这并不是一些最重要的东西啊,在那个Google, Adsense在审核你网站的时候,这些并不是一个必须的东西, 必须的东西一些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导航栏是否够清晰, 你有没有about me这个page,你有没有用户的一些隐私条例, 有没有logo,这里有没有icon,这些东西都要注意好了, 那我们这个第一部分呢,就讲到这里,然后我们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二部分, 我们进入第二部分,如何快速通过Adsense审核, 除了我之前说的网站的logo,导航,还有关于我, 还有一些用户隐私以外,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我们的文章, Google Adsense对文章的数量的要求并没有具体的要求, 十篇的文章它可以过,二十篇的文章它也可以过, 这个是根据你这个文章的质量来决定的, 好,这里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之前的一个网站, 是写外设测评的,当时呢,我通过Adsense审核呢, 差不多十篇不到,差不多八篇九篇吧,差不多,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这里面的文章是什么样的, 然后这里基本上就是一些外设的一些简介, 然后这边就是外设的一些优点缺点, 然后这里会有一个我的亚马逊的链接, 然后大量的一些图片, 然后文字介绍, 差不多我这里一篇差不多都要一千个字以上, 这篇文章差不多, 像这种比较高质量的文章, 差不多你写个八九篇就可以通过,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那个二十篇的文章是怎么样的, 因为这个是二十篇的文章是怎么样的, 有以为这个网站的文章我全部已经下架了, 我重新拿那个网站做了一个美食的网站, 所以不能在网站上看到了, 但是我把它保存到了本地, 这些都是我之前写的这个文章, 我们看一下他们这个二十篇的文章是怎么样的, 因为我之前试过用他们在十篇的时候去提交了, 他那个Google告诉我, no content就是说是你的网站内容不够, 他是怎么样,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关于那个写游戏引擎的一个网站, 里面的文章大多数都是技术型的文章, 有一些C sharp或者是程序的一些文章, 那么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 大多数的文章都是在五十个字, 到,不是五十个字到五百个字到八百个字左右, 然后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然后我明显感觉我这里面二十篇的文章, 这个网站的文章质量并没有外设的测评的网站要高, 好, 那这些文章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 那二十篇到底是怎么样, 我会把这些文章的链接放到下面的description上面, 大家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下载来看一看, 但是你们千万不要拿去放到你的网站上去审核, 那是肯定不会通过的, 因为这些已经属于有版权的了, 好, 那个下面我就详细的说一下文章要怎么去写, 首先呢, 我们网站需要有一个主题, 我的建议呢, 是选择一些技术类的主题, 不是说其他的不好, 而是技术性的文章更加容易通过这个审核, 那么去哪里去找这些文章呢, 好, 我给大家, 我这里呢推荐大家去csdn, 哦, 不是这个, 是这里, 去csdn这边, 这边它是一个国内的一个技术性的文章论坛, 里面全都是关于一些前端啊, java啊, 区块链的一些程序方面的一些东西啊, 我拿它举个例子, 比如说java, 我们点击进入java, 如果说你选择java做主题的话, 那么你的文章都是要和java这边相关的, 你看这边都是java的一些文章, 你们就可以去这个里面去找文章, 对不起, 去这里面去找文章, 然后你的一些关于你啊, 就像你之前这个网站的aboutme, 你就要去写一些和网站和java相关的一些小故事, 我们回到这边, 如果你完全不懂这些程序的话, 那么我推荐你们去写一些评测类的文章, 像我之前的一个电脑外设的评测, 或者说是手机电脑相机的一些评测, 都可以, 整篇的文章要求主题明确, 要有一些小标题, 像这样的一些, 像这样的一些, 像这样的一些小标题, 就是为什么Unity Engine那么受欢迎, 什么是游戏引擎, 然后他会说什么是Unity3D, 然后这边是, 这边应该是, 这个是Unity3D的优点, 对吧, 这些都是一些小的一些标题, 我们都需要加在里面, 这样的一篇文章就是可以让我们看上去, 条理就更加清晰一点, 好, 然后关于这个图片啊, 图片其实并不是非常重要啊, 如果你想加图片的话也是可以的, 也是其实你搬运一些图片都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要记住这个, 没有, 你一定要去加那些没有水印的图片, 有水印的图片, 你尽量不要去加到你的那个文章里面, 然后啊, 那个文章的话, 我推荐你用英文, 当然了, 中文英文都可以, 那我推荐是用英文的, 为什么, 因为这些技术性的文章, 我们就可以直接, 你找到一篇文章, 你比如说你在, 啊, 加把里面找到一篇文章了, 然后, 我直接, 啊, 在Google的翻译里面直接去翻译这个文章, 好像出了什么问题, 没关系, 反正如果说你找到一篇很好的文章, 如果你找到一篇很好的文章, 然后你就直接通过Google翻译, 翻译过来之后啊, 你们要记住, 你要稍微修改一下, 不能直接就翻译过来, 因为很多, 啊, 人写文章的时候, 比较的口语化, 不够正式化, 所以说他们, 有些, 啊, 机器翻译啊, 他们翻译不出来, 这点一定要注意, 如果纯翻的话, 因为最后一步会有谷歌的审核人员, 是人工审核, 他会看你的文章的可读性怎么样, 如果你全这样这样翻过来的话, 你是肯定不会通过的, 好吧, 那如果说你用中文去写的话, 就有, 呃, 就有一点问题啊, 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是你需要去花时间, 去洗稿, 去洗稿, 或者你真的是原创这样子太花时间了, 像我们这样的一个, 我的这个工作流程的话, 就像是找文章, 积翻, 然后修改, 差不多20分钟就可以出一篇, 然后一天出个三篇, 然后7天之后, 你就差不多就可以用, 就可以写出20篇这样的文章出来, 然后基本上你的网站就可以去申请这个审核了, 所以说我还是推荐大家用英语, 如果大家基础稍微有点基础的话, 我相信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 好, 接下来我要说的是那个, 当我们把这个网站建立好, 文章也写好以后, 这个时候, Google它是不知道, 你们的网站存在的, 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呢, 我们需要到Google Search Console里面去提交你们网站, 具体是怎么去做呢, 然后我们先走到上一步, 我们在Google的搜索栏里面搜索Google Search Console, 它是一个谷歌的站长平台,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是你把网站提交到它上面, 它后它就会有一些, 它就会收录你们的文章, 然后你就可以在搜索引擎里面搜索到你们的文章了,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步骤啊, 大家千万一定要做, 好吧, 那然后我们就可以点击看一下, 我们进去看一下, Google Search Console它里面是怎么样的, 好, 提升你的网站在Google搜索结果中的排名, 好, 我们点立即使用, 这个时候就会出现欢迎使用Google Search Console, 然后你在这个里面就可以先打入你们的域名, 就比如说我们我之前的外设评测, 就是gamerbaccode.com, 像这样诸如此类的东西, 那么我已经提交过了, 我在这里就不再提交了, 如果你们要提交的话, 你们把你们新买这个域名填在这上面, 然后呢根据它下面一步一步操作, 然后进行一个绑定, 然后呢就说是当你绑定成功了之后啊, 它需要去时间去收录你们的这个网站, 去收录你们的网站, 然后呢你可以通过Google Search, Google G-O-O-G-L-E, 你们可以用Site这个关键字, Site, 然后这里记住啊, 这个冒号, 冒号是那个英文的冒号, 而不是中文的冒号, 中文的冒号的话是没有用的, 那么是英文的冒号, 然后你可以把你们的啊, 什么什么什么.com, 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我们来做个测试, 我之前是gamerbarcode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我之前那个评测网站之后输出来的是什么结果啊, 这里面一共找到154条结果, 你看这就是我的这个gamerbarcode的一个那个网站的名字, 然后privacypolicy这都已经被收录进去了, 然后这些有一些文章有一些什么, 然后全部收录进去了, 然后主要是这样子, 我们要看啊, 如果你的网站里面有20篇文章, 有15篇已经被收录了, 那就其实已经可以去提交了, 说明你的网站的文章质量都还不错, 我们就可以去提交了20篇有个15篇被收录了, 我们就在这个里面去看, 这样看就可以了, 好吧, 那今天这个内容的话, 我基本上就已经全部说完了, 那最后呢, 我想, 夹带一点私货, 那个我就通过Blues这个频道, 向大家介绍一下我新的一个beautiful, 这是我的一个美食的一个油管频道, 如果你觉得我今天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帮忙订阅一下我的这个YouTube频道, 好吧, 在这里就谢谢大家了, 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再见,